我上半年 應該很好 來 還好 單科 不錯 妳也是 對 我有進帳增加 因為就是在那個 其實我比較特別有感覺的是 在4月開始的時候 疫情不是變得很嚴重嗎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是很怕自己會確診 因為我沒有其他的副業 就我人如果沒有辦法出去工作 我就沒有收入 所以我就自己很注意這一塊 然後剛好有一次 我去錄影的時候 錄到一半 製作人突然喊咖 他就一進來 然後就說 我覺得剛剛大家都講得很精彩 那大家就自然的 放心的講下去 不用擔心節目的長度 我會剪成上下兩集 所以說我們當場 其實就等於你多賺了一集的通告費 所以我多賺 後來我就再隔一個禮拜 我去那一個地方 要拿多的那一集通告費的時候 剛好同一個電視台隔壁棚 有一個藝人確診 然後他就說你等一下有沒有試 補一個通告 對 然後我說 我沒事 所以我那一天等於 我去 等於說我那個禮拜那個大樓 我就領了三集的通告費 就是很多那種 然後在去年的時候 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活動或什麼都延期 然後是直接取消 但是我那一波遇到的狀況就是 他們沒有取消 他們就說我們只是延期之後 都會再補給你 所以就一直有補 而且我那時候撿到那個通告 我先想說 那我更不能確診 而且我家要住電視台附近 我想說我會把我散步時 就不用 真的 救活大隊 救活大隊 然後我偶爾除了在家 因為都不敢出門 在家要看YouTube 我看唐老師的 每週週報 星座週報 他也在講說 六月初的那個禮拜 雙子座 因為我都看雙子跟雙魚 雙子要注意投資 六月初 我想說那應該還好 雙魚就工作機會增加 我說OK 很準 雙魚擋不住 不怕運氣夠 夠強 結果我跟妳講 六月初那個禮拜 一覺醒來風雲變色 那個虛擬貨幣 直接給我腰斬 我跟你講 我那一個禮拜賺的 跟我那種前幾個月 去撿人家工作的不敢 虧得還比去撿人家工作的多 然後我就 白撿了 我那時候還 那時候剛好是還 我在賺錢的那時候 有一個廠商來找我 他開心死 那時候很開心 那個錢拿到 虛擬貨幣有一點 好像可以進場有沒有 全部砸進去 你把他砸進去了 在 我跟你講 舒服了 我在虛擬幣圈 我在幣圈 妳要先來問少年古神 陪掉了我一年的肖像 你看到那個虛擬幣 大家比特儀太在補的時候 還有我的臉在裡面浮 我抓到那一年的肖像 不能這樣玩 妳要先來問我 我就是這樣玩死掉的 他還問妳 而且妳還第三名 倒年虛擬 虛擬神 倒年虛神 倒年虛神 好